有这么一个人,他的一生就是香港电影发展的一生 从粤语长篇到国语篇,从黑白电视到彩色大荧幕 他见证了香港电影的新盛衰亡 他是活着的传奇,周润发都要叫他一生四哥 刘德华在歌里也向他致敬 在香港娱乐圈,谢贤有着别人都无法比拟的底气和自信 曾当众掌握老戏骨曾江 事后采访只留下了一句 他跟我在一起,有什么资格可以活报 我说他跟我在一起,有什么资格可以活报 连成龙都要开玩笑说 如果现前五十年前换那个车祸去掉,他今天就会累 他一生风流潇洒,放荡不羁 而一生之中有五个女人,两段婚姻 寻本苏源,一路前行 大家好,我是小鹿 今天的主角就是他 四哥,谢谢 小鹿听于歌楼上,寒足昏寒 藏言听于客舟中,光阔云低,断崖遥西风 如今听于增龙,发矣声声有 悲欢离合,总无情 一人不佳钱,点灵到天 很远有谁来结束 1936年8月9日,谢贤出生于中国香港 17岁时,外表帅气,身材高大的谢贤 成功考入演员训练班 顺利毕业的他,凭借着风流替躺的气质 迅速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很快就成为了当时炙手可热的明星 据谢霆锋回忆,在他小时候 谢贤一部戏的片酬大概是四箱前 而当时的一箱前就可以买下一栋大厦 如果都拿来买楼的话 能够买下两个半的迷敦道 迷敦道是香港最出名的街道之一 要是放在北京 那就是两个半王府井的水平 高片酬说明的是谢贤的能力 而在那个年代的香港 谢贤不仅是第一个杨过 第一个消失一郎 还是第一个赌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香港影坛》 有着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赌神》 但是当你把时间轴再往前播一点 来到九年前 你就知道原来除了《赌神》高进 还有一个更迷人的《千王·罗四海》 1980年播出的电视剧《千王之王》 谢贤饰演《千王·罗四海》 又因为在家中排行老四 这部剧《大火之后》 人们都叫他四哥 剧里的谢贤 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的自信和潇洒 让无数人是心持神往 都想成为跟他一样潇洒的男人 千王虽然风流 但是谢贤本身更风流 他生命里的舞 都想成为真是不同的 因为我们到此阪神 有参照的水分 无数人是不一定的 我们回来 从来自然之间 有每冒之下 些这些都会你说 分好的 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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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